十六树需要适当修剪,可以生长得更好 一般幼苗时期第一年是不需要修剪的 让其自由生长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需要进行修剪 保留乳干上一至三个健壮治疗即可 第三年秋季八至九月份的时候需要修剪 以疏通柱形增加透光性 幼苗时期第一年不需要修剪 可任其自由生长 到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三至四月份的时候需要生长修剪 每个幼苗保留乳干上一至三个健壮治疗即可 其余全部剪除 主干底部靠近地面的长出的新芽也要全部去除 在夏季对于生长比较旺盛的树林比较小的食用树可以进行黄泊修剪 在六月中上旬选拨选择比较强壮的枝条进行 黄泊宽度在0.3mm左右 这样可以有效促进开花结果 在花期适选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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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逮拨选拨选拨逻逻拨逗逻收取 newar选拨逻拨逻椎逨逻拨逻结 使这个树干的枝叶和果实都能见到阳光 整体更加通透 植树能够健康生长 果实更加饱满 修剪下来的枝条可焚烧处理